往前盯着 加料 吐口水到手上 在伸手道凉杯里搅拌配料 可不可新竹官普店 女店员恶搞客人影片曝光 引爆消费者怒火 不仅导致店家停业 女店员也离职走人 一名自称是受害苦煮的网友 在16号晚间现身颇文 还原事发经过 她表示就是因为来不及赶到门市现场 所以才会叫外送 看到新闻影片 将片中的单号跟自己的饮料单一比对 才发现自己跟家人竟然都成为苦煮 三杯饮料都已经喝完了 而那一杯被店员涂了口水的饮料 白玉珍珠红茶则是爸爸喝掉的 也担心该不会每杯都有口水吧 而且看到女店员的道歉声明 完全没有提到自己 开酸难道自己是很贱的人吗 可不可总公司16号晚上 在官方脸书再度发出声明 事后易进联系消费者并且退费 至于初包的分店不只解约 也将寻求法律诉讼 追究店家跟女店员的责任 丢了工作 接下来恐怕还得面临官司求偿 女店员一时的行为 要付出的代价可不小 近新闻 李妙如采访报导